您听听看不同的音乐 在纽西兰的毛利族人 善于吹奏各式各样的口笛 还有笔笔笔 在过去不但具有娱乐的功能 也还有暴信的功能 在今天假日的最后一天 要带您到纽西兰北岛的山区 来到纽西兰北岛的山区 毛利族的男子带来各式各样 以纽西兰原生植物 制作而成的口笛跟笔笔 在山林间演奏 以前在山林之间 如果要跟远方的族人联系 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彼此沟通 或者相同的一个乐器 换个方向 又会吹出不同的声音 就连树叶也可以成为最好的乐器 模仿鸟叫声的演奏 不但可以招呼远方的族人 甚至还会吸引鸟群来到身边 更为自认为是金鱼后代的毛利人 也会使用金鱼骨头制作乐器 毛利人面对金鱼 有敬畏也有感谢 由于尊重大自然赏赐给人类的礼物 所以在奥克兰市郊 设计了这样的步道 公园名称就称为通往知识之路 很多人甚至连毛利人都未必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了解毛利族的山林智慧 铃木之间有药草可以治病 有毛利人的野菜文化 也有音乐之美 记者Gulas Karo 在纽约斯兰奥克兰的采访报导 兽约斯兰奥克兰的采访报导